首先我们敬礼传承主师 敬礼辽明和尚 敬礼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四大宝皇卡玛巴 敬礼图灯达底上师 敬礼谭诚三宝 敬礼父母祖尊 玛丽之天菩萨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门 网络上的同门 今天我们的贵宾是 曾佛中中委会会计师 特丽莎师姐及哈斯曼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 节目制作人徐亚吉师姐 国立成功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教授 王李博士 强委会海外信用保证基金会董事长 谢圣华夫人 谢王淑梅师姐 庄俊耀医师 林淑华医师 首先介绍下礼拜天 十月二十日下午三点PM 附魔组正式洗金刚 这个洗金刚 这个师尊曾经写过一本书就是 大乐宜空信 就是洗金刚的讲义 里面全部都是洗金刚 洗金刚有一本经典 就是这个佛说大悲空智大教王经 那么在这个故宫博弈院增长的洗金刚 是吉祥洗金刚 吉伦甘露泉 那么洗金刚 是所有金刚法当中 第一个出现的金刚神 第一个出现的金刚神 那师尊也讲过洗金刚很多了 那么洗金刚的利益 众生也是很多的 利益众生也是很多的 修这个洗金刚相运了 可以直接成佛 相运了可以直接成佛 寄生成佛跟寄生成佛 一个是寄生成佛 也就是说生命的生寄生成佛 在这一生当中 你就可以成佛 那么寄生成佛呢 连身体都化成佛 连包括这个身体 都能够化成佛 那这一尊是金刚法当中 第一尊的 这个第一尊出现的金刚 所有的金刚法 全是依照洗金刚 然后以后再增加 再减少 这样子的 所以洗金刚 我才把它 这个写成一本书 然后讲给大家听 这个 为了这个洗金刚 也讲了很多特殊的法 很特殊的法 这一尊非常的重要 你要得到空性 或者要得到大乐 非常的快乐 得到乐中的空性 就由这一尊就可以开始 那你如果要这个 这个煮起嘛 就是说 因为这一张主要是洗 一个洗日 一个洗日 你如果要永远痛苦烦恼 那你就不要煮起 你煮起了这一尊 这一尊就有洗 不是说肚子有洗 是很欢喜快乐 欢喜快乐 你终于了解这个人生 你能够欢喜快乐 能够开悟见性 你不煮起这一尊 那你就喜欢烦恼跟痛苦 好 介绍完毕 我们今天的父母是 这个麻利之天父母 那么他本身啊 他的这个印 这边所用的印 是这样子的印 这个这样子的手印 先手这样子吧 然后伸食指出来 再伸中指出来 中指 两个对处 两个对处 压在十指 这个是麻利之天的印 麻利之天的印 另外他的咒语 就是念他的名字 OM MA NIGI SOHA OM MA NIGI SOHA 他的金刚号 就是叫做 这个战威金刚 战斗金刚 阳威金刚 是很大法力的一个 一个天的那个名字 这个天也是不坏天 什么叫不坏天呢 你如果能够到麻利之天去 这个天永远不坏 也就是这个天不会解散 永远不坏 因为他是必如 哲纳佛 化身的 玛利之天菩萨 他有两个形象 一个形象就是 三昧 三个面孔 三个面孔 这个几只手背 坐在这个 一只金珠上 另外呢 也有是 也有不是这样子的 也有是坐在一个 一个轮桥上面 一个轿子的上面 那么有七只 或者八只的金珠 拖着这个轿子 走得很快 他是在大日面前行走 也就是说 毕如哲纳佛面前 他是毕如哲纳佛的 一个天力 另外还有一个形象 这个在中国的 这个形象 他是拿走这个扇 就像那个铁扇公主的 芭蕉扇 那种扇子 一只手是 一雁印 一只手是持着天扇 那面孔像天女形 像天女的形状一样 非常的庄严 那么他本身的力量 大过于所有的星君 所有的星辰 什么星辰 像北斗七星 那二十八树 三十六天宫 七十二地下 漫天华盖 日天夜天 都属他所管 日天夜天都他所管的 所以他是这个 又被称为 华曼星主 华曼的星主 那么在道家 称为斗母星经 日本的东密 最尊敬 这一尊 所有人者 印甲 印甲的祖师 全部拜的是 这一尊 就是玛尼智庭 他很有法力的 另外呢 他可以救很多的人 他这个救人 是这样子的 他本身啊 有很多的 在他的经典里面 曾经这样子写 玛丽之天啊 长行日前 彼玛丽之天 无人能见 无人能拙 不为人欺斑 不为人妇 不为人债其财物 不为宴家能得其变 所以呢 他在玛丽之天 以行路中可以保护你 非行路中也保护你 白天也保护你 晚上也保护你 在 恶人 宴家 在 也不能够欺负你 在亡难中 也能够保护你 劫难中 也能够保护你 一切处一切食都能够保护你 所以当初我有灾难的时候啊 我问姚思金母 要修哪一尊好 她跟我讲 你只有求玛丽之天 另外 在求你自己的母亲 我母亲 这样子就可以了 结果果然 她能够在亡难中妇女 什么叫亡难中妇女 像官司啊 打官司啊 修这一尊最好 打官司啊 修这一尊最好 那么一定能够啊 她因为是 战威金刚 扬威金刚 战斗金刚 你就能够负胜 这一尊 那么她有很多的法 她有隐身法 隐身法 隐身法 这个 人家找不到你 除磕睡法 就是除磕睡 就是说 你经常喜欢睡觉 它可以让你说精神奋发 是附身法 也磕她的像 掉起来呢 可以除灾难的方法 还有用她的针 玛丽之天有一个针啊 这个针啊 针线是红恶人的口 跟眼睛的方法 让她嘴巴不能够讲话 眼睛也不能够看到东西 可以除掉所有的疾病 也可以去取任何一个东西 还有百灵相助法 她有很多的法门 所以这一针是 很伟大的 师尊写了这个 玛丽之天隐身法 隐身法是怎么样的 是一个针头握起来 底下是收紧 上面打开一个孔 把自己观想进到这个孔里面 再用盖子盖起来 这也是玛丽之天的索印之一 这个隐身法就是 让人家看不到你 其实你们现在坐在这里 都看到师尊 哪里看不到我 你就是抓不到我 隐身法就是说 你已经隐掉了 消失了 在地球上蒸发了 谁都找不到你 这也是隐身法 但是你很巧妙的 你能够让人家抓不到你 这个就是隐身法 师尊因为修这个玛丽之天 很巧妙的 抖过很多的灾难 很巧妙的 抖过很多的灾难 到今天为止 师尊没有 开车 连开车都没有 警察抓过我 总之我还没有吃过警察的Ticking 没有 你修这一尊 修了会的隐身法 警察眼睛一蒙 就看不到你的车牌号码 他明明是要看你的车牌号码 就是看不到 那没办法 他照相机照你的车牌号码 他这个照相机突然间扭一下 就照到别人的车牌号码 他就有那种能力 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我开车也是40年 在台湾至少开了10年 那么在美国开了30年 一共40年 连吃那一张Ticket都没有 我们从来没有进过警察局 没有进去过警察局 也没有进过法院 当然更没有进过建议 因为你懂隐身法 你隐掉了 什么都没有 别人都 很多人进过法院的 进过警察局的 我一生70岁 还没有进过警察局 所以我现在领了 中华民国的良民证 良民 我是良民 从来就没有什么叫做犯罪记录 人家说有犯罪记录 你有犯罪记录 你给人家诽谤过 你有犯罪记录 你怎么样 没有啊 我还是领着良民证 我没有进过警察局 连围警罚罚都没有 我什么也不犯 就是 喝酒啦 以前年轻的时候 有喝过酒 以后从来就没有换酒戒 到现在为止你看不到我师尊喝酒 没有 我也没有抽烟 更何况那个 什么大麻 什么大麻 一定有中麻小麻吧 什么麻都没有 我不去这个犯规的地方 从来好像是说这个夜店啊 去夜店啊 去夜店啊 或者是去这个 年轻的时候有 不能讲完全没有 现在是在台湾啊你去夜店 你就算你戴假发 人家都认得你 你是如胜燕 因为中天电视台啊 跟几个电视台 每个礼拜都有播你的这个说法 开示 人家都认得你的脸 你的眉毛眼睛鼻子嘴巴 人家都认得 你就算是戴假发 人家也认得你是如胜燕 你换了什么服装 人家也认得你是如胜燕 所以夜店就不敢去 哪一种这个犯法的地方 我都不去 到现在还是良民啊 修魔逆之天啊 像这个魔逆之天 他本身的好处 就是你 永远都是良民 因为他会隐身 也不会有什么麻烦啊 人家跟你脱东西啊 脱不到的 人家想要害你也害不到的 想要欺负你也欺负不到的 想要怎么样子都不行的 所以他一直在保护着 马逆之天很伟大 好 我们今天在讲这个大阎蛮法 那有一个法 有一个弟子问我 他说师尊你为什么不讲这个明典法 明典法 明典法 那今天就跟大家稍微提一下明典法 因为我讲过明典法 是给所有的上师讲的 上师讲的 就是我密传很多的上师一起得到这个法 有很多的上师听过我讲明典法 那么这里是讲的明典法是比较大概性的 跟大家讲大概性的这个明典法 这个明典什么叫做明典 密教要修内法的时候有修气 修中脉 修明典 图灯达底上师哪一个水晶球给我 昨天晚上我讲了 哪一个水晶球给我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给我这个水晶球呢 这个水晶球在卖水晶球的店多得很 这个一大箱里面都是这种水晶球 你为什么给我一个水晶球 他说水晶球就代表着明典 水晶球是代表明典 那么图灯达底上师要我修明典法 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明典法 已经知道了明典法 那么我也听这个图灯达底上师的话 我也加紧修明典法 明典法最主要的明典 当然是在眉心 这个眉心的这里的明典是最重要的 有一个字做代表叫做 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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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叫做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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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轮 忌轮 密轮 我们称为五轮 再加上顶轮 再加上海底轮 就称为七轮 那么最重要的名点 就在菩提心业意 就在眉心轮 眉心轮 菩提心业意在眉心轮 我们称为千叶莲花 又称为菩提心业意 菩提心业意 在脑海这里的 那么所谓什么叫做名点 名点是很多 你全身都是名点 血意 你的血意 就是红菩提 也是红名点 那么你的这个 所有的河门 就全部通通称为 昏密的 全部都称为名点 这里的名点 是最主要的名点 叫做菩提心业意 菩提心业意 那么菩提心业意 本来是固体 但是你因为 作佛成就以后 他往 佛往上面燃 上面烧 就把菩提心业意 这个固体 溶解 溶解掉 那么他就 菩提心业意 就往下低 往下 顺着中脉 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低 先讲一个笑话吧 这个 小明跟乌鸦是好朋友 小明跟乌鸦是好朋友 有一天呢 小明看见乌鸦梦梦不乐 就问他 乌鸦讲 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就是当一名 红歌星 红遍全球 可是呢 我的乌鸦叫声 太难听 小明想来一想说 我有个办法 可是你要跟我合唱一首歌 后来 他们真的红遍了全球 小明就唱 我的热情 乌鸦就讲 啊 小明就唱 好像一把火 乌鸦就唱 啊 小明就唱 燃烧了整个沙漠 乌鸦就唱 啊 你听过这首歌没有 所以乌鸦也能够成名 这个明典本来是不融化的 但是明典法最终还是成名的 在密教里面明典法是最有名的 生起着佛 就是为了燃烧明典 让它变成明典 菩提心业意本来是零固的 固体 它不会融化的 因为你生起了着佛上来 佛的温度烧化了这个固体的明典 菩提心业意才滴出 滴出来 才流下来 这一流下来啊 就很不容易 因为只要菩提心业意流下来 它经过中脉的时候 因为摩擦一定产生大乐 经过喉轮的时候产生的大乐 就叫做粗喜 洗金刚的那个喜啊 粗喜 刚刚产生粗喜 在经过心轮的时候 它产生圣喜非常大的快乐 在经过季轮的时候啊 它产生超胜的喜 叫超喜 比大乐还要更大的快乐 永恒的一种大乐 就是超喜 然后到那密轮的时候 就变成寄生喜 寄生喜 生来的那一种翻喜 就在那里 你一出生的时候 最大的翻喜 就从那里产生 所以叫做寄生喜 这个就叫四喜 四喜 那么四喜呢 在用提法把它提起来 把原来的名点再往上提 往上提的时候啊 用气去推它 它往上提 又会产生喜 那么这个喜啊 就会融入空 空里面 这个上升的时候叫四空 下降的时候叫四喜 所以叫做四喜跟四空 我们知道了 什么叫做快乐 我问大家什么叫做快乐 我很快乐 你快乐哪给我看啊 你看不到快乐 因为你看不到快乐 所以成为空 快乐是没有 是什么东西让你快乐 是你的接受 你的感觉 是你的感觉让你快乐 但是这个快乐啊 到底在哪里 我们看不出来 这个人很快乐 但是你看不到快乐 除非他表现得很快乐 我上回表演过这个喜怒哀乐啊 对不对 喜怒哀乐不好意思表演 因为他太女性化 师尊是男子和大丈夫 怎么可以表演那种 女性化的快乐呢 对不对 谁能够表演啊 年高上次表演啊 年高上次表演啊 喜怒哀乐会吗 不会啊 女生比较会表演 年独上次会吗 不会啊 那个 那个 年电呢 他 连旺啊 连旺啊 连旺是有一点像女生啊 呃 连旺 你表演看看 你看 你看他要表演了 喔 好 喜 喜 喜 愛 樂 也很好啊 那個 連望 上師啊 是有點像女生 這個快樂 在表情上有時候是可以看得出來 在他的言語上可以聽得出來 表情跟言語上可以看得出來 事實上他是沒有 你是看不到 有時候真正的快樂產生 他很安靜 但是事實上他很快樂 但是快樂呢 一般來講快樂的時間 不一定很長久 不一定很長久 有的是幾秒鐘幾分鐘 一天 甚至快樂一個夜 一星期 但是 密教裡面的世喜 那是超乎寻常的快樂 超乎寻常的快樂 超乎寻常的快樂 一般人 一般人 一般 男生 女生 人生的自樂 人生的自樂 大部分都是那一種快樂 那麼那種快樂呢 時間多久 男生的時間很短 一般的男生 一般的男生時間很短 一般的男生時間很短 就是好像 好像 按秒的啦 一秒 大概三秒吧 三秒 或者有的四秒五秒 有的長一點 四秒五秒 好 好 那快樂過了 以後就變成怎麼樣 變成空虛 全身都軟趴趴的 就氣球這樣 氣球 繞轟 氣球繞轟 十五 那個氣球漏轟的時候 那一段時間是快樂的 當你變成扁的氣球的時候 就不快樂 就覺得優異又上升 快樂跟痛苦 是結在一起 所以叫做痛快 痛快 痛快 痛苦跟快樂是在一起 啊 痛快啊 就是因為痛苦跟快樂結在一起 那大部分的人都想延長他的快樂 減少他的痛苦 為什麼不修密法呢 你修密法那一種樂 不是人間的小樂 是人間的大樂 你觀修也會樂啊 觀修 你觀想 用觀想的 也會產生樂啊 不是不會產生樂的 而且你修到無漏法以後 你那個樂是更長更久 大家想一想中脈是很長的 從這裡到密輪都是中脈 那麼從這裡經過中脈 它產生的摩擦很長 喉輪很長到心輪很長到肌輪很長 到肌輪很長 那一種樂 就是初喜 聖喜 醉聖喜 寄生喜 都是非常快樂的 然後你不要把它停掉 你把它再提起來 四空樂 又四空也是一樣的 再重新提回來 再給它下去 再回來 再下去 再回來 再下去 再回來 你能夠快樂到幾個小時 一整天 而且永遠的快樂 這個時候最容易打坐 一坐 你在快樂跟空性之中入定 清安 什麼通通都好 全部解除 這一種快樂 這一種快樂 勝過所有的煩惱 你煩惱就可以斷掉 完全進入 這個育業的快樂禪定之中 它有那一種的 這個 那一種的功德 這個是 講 女人勝利篇 這個男人講 我是英雄 女人講 我是美女 結果 英雄難過美人觀 男人說 我是鋼鐵 女人說 我是獵佛 結果 再硬的鋼鐵 也經不起 烈火的 焚燒 男人說 我是長城 女人說 我是猛江女 結果 一哭 就把你哭倒 男人說 我是大海 女人說 我是轟 好的時候 轟平浪靜 壞的時候 狂轟暴雨 男人說 我是長江 女人說 我是海洋 女人說 結果呢 你還是 萬流歸海 這個有點像我們 這個 火燃燒了 你的名點 你的名點下降了 得到了 那一種永恆的快樂 那個快樂 很長時間 幾個小時以上 甚至一整天 我們曉得 蓮花那個 高敏露 蓮花敏露 他就有這個現象 他看到自己的菩提心業意 放白色的明點光 在中脈 結果他把它提起來 結果 那個明點 一直在中脈裡面 上下吞吐 上下吞吐摩擦 產生的快樂 讓他快樂了一整天 這種經驗 就是世喜的經驗 世喜的經驗 你在快樂的時候 你如果入於禪定 最容易入於禪定 這個時候 所有煩惱都不是煩惱 世貞有沒有煩惱 有啊 很多啊 很多煩惱 數不清的 但是我很快樂 你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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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為什麼 你為什麼 因為我身體的快樂 勝過於外面的 所有的一切煩惱 煩惱都空掉了 我講了一句話 我這個人生啊 我今天盧森燕的人生啊 已經值得了 非常值得 這一生沒有白過 為什麼 你得到永恆的快樂啊 你沒有憂傷啊 你沒有憂鬱症啊 你快樂得很啊 你快樂得很啊 一切煩惱都 全部擋在外面啊 為什麼 因為我的快樂 太快樂了 I'm so happy 我非常的快樂 所有的煩惱 到了我的快樂的邊緣 全部通通退掉 煩惱化成空啊 你說我還要自殺嗎 No 我在享受人生 我還要自殺幹什麼 非常好的 我一切都是享受啊 人生值得啦 能夠得到這樣子 人生值得啦 對不對 非常值得啦 因為他可以斷掉貪了 你知道嗎 你得到這種快樂以後 還可以把 所有的貪 層質全部斷掉 你很貪心啊 我想要得到那個東西 我想要住在一間豪宅裡面 我想要得到一個名貴的車子 豪宅讓你住久了 你也不覺得是豪宅 總統套房讓你住 住了很多次啦 大家 那些那個請師尊器弘法的各國單位 安排我的 全部都是住總統套房 全部住總統套房 我住久了 也沒什麼啊 沒有感覺啊 從頭套房也沒有什麼 你一進去 你那個裡面有酸辣 我是怕熱的 我不敢用酸辣 裡面有酸辣的設備 那麼 又有浴缸 這個噴水按摩浴缸 太浪費時間了 我哪有時間去那邊 躺在那裡噴水 就沒有用 我都是用蝦襪 都是用蝦襪 錐音蝦襪 都是用錐音蝦襪 沒有用這個 用到浴缸裡面去洗 全部用蝦襪 那也不用到 另外洗臉台 哇 非常的漂亮 鏡子周圍都是鏡子 哇非常的美 那個 那個 上那個廁所都是自動的 你一去 那馬桶蓋 它自動起來了 欸 一坐下 欸 這個 這個 那個 喝完了以後 喝完了以後 它自動噴水 咻 它從 左右噴水幫你沖洗 用水洗的幫你沖洗 哇 一站起來 它就咕 它又關下來 一走過去 它又咕 又站起來 全部自動的 全部自動化的 哇 這太享受了 還有那個 不好的味道升上來的 咻咻咻 周圍噴香水 周圍噴香水 芬芳 差一點坐在那裡就睡著 哈哈 那麽好的享受 多不如 你的明點下降 這個明點法得到 世始事空 入禪定 斬斷所有煩惱 你能夠在這裏 還可以很輕易地 看見明點光 明點空光 可以看見佛性 着佛法是为了明典法而来 所以我讲过明典法最高 再来着佛法 再来无漏法 无漏法很容易升起着佛 再来要修气 修气主要是通中脉 你中脉通明典才能够顺着一直下降 密教的这些法 到了明典法的时候 你会产生明典空观 你可以看到光明出来了 就在你最快乐的时候 无穷无尽的快乐的时候 你看到了明典的光 在快乐当中 眼睛一闭光明就产生出来 中脉本身是大乐的根源 也就是光明的根源 光明轰慢 那时候密教里面有书叫做光明轰慢 就是这个道理 轰就是气 脉就是中脉 光明就是光明 就是近光 就是明典空观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非常的重要 我告诉你 快乐是因为摩擦而起 热也是摩擦而起 快乐是摩擦而起 热也是摩擦而起 主要的重点就是在这里 你能够让明典融化下降 左佛上升 要开五轮 重要的明典法还要开五轮 开眉心轮 就明典就下降了 开喉轮 就可以降到心轮 开心轮 就可以降到忌轮 开忌轮 就可以降到密轮 密轮再打开 你前身的五轮全部打开 你前身都是明典 明典到了毛细孔 全部到了毛细孔 前身得到快乐 那个快乐你讲说在哪里 没有办法讲在前身 快乐不在一个地方 是在前身的 因为你前身的 这个奇经六脉 奇经八脉 全部都打通 所有的脉轮全部打通的时候 所有的明典 发射出来 你就变成一种光明 这个时候再把物质的皮肤 细胞 里面的心肝 皮肺肾全部通通都给它 融解掉 你就是一个光 就是寄生成佛 就是佛了 大圆满法最重要的一点 要修到你这个明典法 菩提心业意能够下降 一下降就得到出洗 到这一段就出洗 这一段是圣洗 到心轮 到忌轮 就是抄洗 再下去 就是寄生洗 一段一段的 那一种快乐不一样 越来越快乐 越来越快乐 越来越 永远的大乐 永远的大乐 《西经纲》里面 我就已经讲过了很多次了 这一种快乐 是没有办法可以讲的 有一个鬼抽到了大奖 这个在阴间里面 也有鬼 阎罗王主持 大家抽采荐 有一个鬼抽到了大奖 可以在阎罗王的面前 提出三个有关仪 将来他要投胎的要求 抽到的奖很好 大奖 那你要投胎 你有三个要求 这个鬼想来一想就讲 我投胎以后 要住豪宅 睡大床 阎罗王很和气的讲说 这个好说 可以办得到 鬼就继续讲 我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还要没你做饭 没你做饭 阎罗王又讲 这个好说 办得到 鬼最后讲 我这一辈子要不愁吃 不愁喝 随时我都可以吃 随时都可以喝 阎罗王讲 没问题 到最后 他转世了 阎罗王就说 你到李明星的家 去当文子 本来是很快乐的事情 当然文子有什么快乐 他真的是住在豪宅里面 住在那个大房子里面 真的有美女做饭 因为是李明星 李明星都是很漂亮的 电影明星 哇 好漂亮的电影明星 他就跟李明星做饭 随时能够盯他 随时可以吃可以喝 他当了文子 好 我们今天 所得到的快乐 是没有危险性 没有危险性 明典话 所得到的快乐 是没有危险性 危险性的是什么 是小乐 一般人的一种乐 叫小乐 那种小乐是有危险性 总之我也不知道 危险性在哪里 这个不是很好笑 老婆讲 隔壁想了 小两口吵架 别人都不管 你去管干什么 这个老公就讲 我只能不管 以后我们两个打起架来 没有人来欠架 我招架得住吗 这是没有什么好笑的 这个小孩子讲的话 有一天 这个四岁的儿子 这个老的妈妈生气 这个妈妈就威胁他 你再裸妈妈生气 妈妈就把你重新吃到肚子里 就当没有生过你 这个儿子对妈妈讲 妈妈那你也吃一个电视 我好在肚子里面看电视 这个儿子蛮厉害的 他还懂得看电视很快乐 不过任何一种快乐 不过任何一种快乐 都比不上人生的自热 人生的自热 都比不上明点通中脉的快乐 这个叫做乐空定 我们称这种快乐叫做乐空定 乐就是永恒的快乐 在这种快乐清安 你身体觉得很清安 很清 非常的平安 没有烦恼 只要做禅定 就可以很容易进入定中 在这个三摩地里面 很容易进入三摩地 那么体会到空跟热的这种体会 而且你如果让心轮打开 你就可以体会到 这个看到了活性 活性的光 就可以看到了活性的光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明点法是一个很大的法 最高的法 再来呢 在引进外面的光 跟里面你身体里面的明点光 互相结合在一起 就是子光跟母光相依 密教里面最高的一个境界 你自己的光 跟宇宙的光 互相融合在一起 跟佛光融合在一起 你身体的佛光 跟宇宙的佛光 融合在一起 一起成佛 这个就是成就了 你邪佛到这里就成就 所以明点法 它有它的秘密存在 有它的秘密存在 如何让你的左佛去融这个明点 如何让它通过喉轮 就要靠金刚拳 这时候通过喉轮要靠金刚拳 喉轮这里的脉结很密集 也就是神经很密集 你经常做这个前法 很简单的几个前法 我跟大家讲 敲这个头 是眉心轮 轻轻的碰 轻轻的敲 轻轻碰 轻轻敲 然后摩擦它 但是不要摩到破皮 摩擦它 然后轻轻的敲 让你的这个菩提心业意 能够溶解 第一个喉轮 你总的转动喉轮 用转的 经常练这个 练转的 但是不要把这个 喉部的两条血管给它转断 太猛的话也不行 太猛的话你把喉 喉咙的这个主要的血管转断 你也就往生了 心轮打开 做伏地挺身 就是心轮打开你的心轮 帮助的金刚前法 继轮要打开 就是仰卧起坐 仰卧早上起来躺着 这个脚举起来 这个身体起来 积压腹部 仰卧起坐 就是继轮的打开 密轮的打开 就是住建法 就是住建法 学过住建法了 大家都知道密轮是怎么打开的 写过住建法就知道密轮是怎么打开的 那么它五轮都有开启的方法 都有金刚前 都有前法 都有金刚前的前法 那其实几个很简单的动作 一个是脖子 每天转动运动 一个是伏地挺身 师尊 大家看 师尊很喜欢做伏地挺身 一天两百下 这是打开心轮的方法 看到佛菩萨干脆用伏地挺身的 就用这样做大礼拜 伏地挺身做大礼拜 这个把这个心轮打开 心轮的这边的神经 把它开解掉 那继轮呢 就仰卧起坐 现在每天坐 师尊每天坐 然后练后日 坐一个念一个 空日 敬礼二十天 敬礼二十天 然后二十天的咒语都是空日 空就坐一下 仰卧起坐 空就坐两下 仰卧起坐 坐很多下的仰卧起坐 打开祭轮 打开了这个 这个密轮 就是一个方法 师尊在喜金刚讲过 在喜金刚讲过了 一个方法 这个都是方法 跟大家讲的 这个都是很奥妙的 但是也是很简单 很easy的 你听了就懂 听了就知道 这个笑话 有两个司机 同时爱上了一个 你的 police 你的警察 这个你的警察 是交通警察 指挥交通的 一个司机就讲 我每一次经过路口 他都将红灯变为立灯 好让我赶快通过 哦 那个 那个你的police 对他真的很好 另一个讲 正好相防 每次我经过这个路口 他都将立灯变成红灯 好让我都看他几眼 怎么讲都是对的 怎么讲都是对的 所以你修明典法 告诉大家 你方法只要对了 方法只要对了 着火真的升起来了 你多做那种 打开脉轮的中脉 跟打开脉轮的方法 你早晚你都会体会到 那个永恒的那一种快乐 产生出来 所以师尊体会到了 所以师尊不会 不会这个 不会自杀 因为烦恼不近身 你贪也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最大的贪 你要那小贪干什么 你得到的快乐 胜过所有的贪 你要钱干什么 你不需要钱 你要钱做什么用 因为你得到这种快乐 你也不会去贪财 你已经得到了 你也不会去贪色 贪女生的美色 为什么要去贪女生的美色 女生的美色只是小乐 你得到真正的大乐 你就把贪断掉了 为什么 你不用去贪女生的那种小乐吧 贪色也没有了 贪财也没有了 贪高位很忙的 你做了大官很忙的 更忙更痛苦的东西 就一直加在你身上的 你已经得到大乐了 那些痛苦统统都远离 你就会把贪给它断掉 贪既然没有了 你就超胜了 你就是一个圣贤 有一个年轻人到深山里面去拜访一个大师 他说大师啊 这个我的最好的朋友 小明跟小美离婚了 我就对爱情失去的信心 特来请你指点 这个大师不讲话 后来呢 他放了一个屁 他就问这个年轻人 你听到了吗 年轻人恍然大悟 我悟到了 你的意思是说 爱情就像这个屁一样 虽然看不到摸不到 但是能够让生活充满了味道 看不到也摸不到 但是能够让生活充满味道 大师是讲 大师是讲 不对不对 我是讲 人家两口子离婚 关你什么屁事 真的人家离婚关你什么屁事啊 像师尊这一次洪华 在做洪华历生的工作 有很多人就产生了激妒 那么也有吃醋 有的是恨得要死 他会毁谤我 其实我洪华 我洪华干你什么屁事啊 你也去哄你的华嘛 对不对 你也去做你的人嘛 你喜欢小乐你就去小乐吧 你喜欢做什么你去做你的事嘛 对不对 井水不犯河水 我是河水啊 你是井水啊 井水不犯河水 河水也不犯井水 真的 大师讲得很对啊 关你们什么屁事啊 师尊做了什么事 他就小敌大作啊 哇这个不行啊 这个是怎么样 这是怎么样啊 跟他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关系 那就关你什么屁事 我告诉你哦 我还不认得他呢 我还不认识他呢 都不认识他们 关他什么屁事啊 这很妙的 好啦就讲到这里吧 很麻烦你